今天是2022年的4月4号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建筑构建的艺术品 这种艺术品的名称叫梁托 梁是横梁的梁 托是托举的托 这是一个它的功能讲得比较清楚 但是在民间的话呢 通常称这种艺术品叫牛腿 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呢 像一个牛腿 上面大下面小 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也有一定的体量 显得比较壮硕 所以说起名叫牛腿 这种牛腿的话 表现在如果小一些的家具上呢 就是牙头 牙板的两侧跟这个腿子结合部位的这个地方 就牙头 它可以起到加构的作用 我们看从上面梁压在这个梁托上面以后呢 它能分担上面的重力 那么把这个力量呢 分散到下面的这个柱子上 那么它可以使这个梁更加稳固 不易变形塌陷 那么从侧面来讲呢 因为它是挨着柱子 当如果是地震呢 或者也有强风的时候 建筑晃动的时候呢 它可以稳定这个柱子 使这个建筑更加坚固 不易倾倒 在这件雕塑作品上呢 有一些云文 有一个这个财神赵公明元帅 然后有一个风师 还有一个小童子 善才童子 这个风格的话呢 明显因为有了这个风师之后呢 它是明显是不见啊 闽南一带的这个这种风格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赵公明元帅呢 作为一个武财神 他是一个道教的一个神像 那么他呢 有铁甲铁罐 然后拿着一柄这个铁鞭 他的坐骑呢 应该是黑虎 因为他叫黑虎坛主嘛 黑虎坛的这个坛神 后来这个赵公明的这个像呢 是在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财神像 那么但是现在呢 大家发现这个作为财神像呢 越来越使用关公比较多了 那就是这个武财神变成了 以关公为主 包括原来战神的话呢 是这个关岳庙啊 就是关公和岳飞 两个受到的这个供奉比较多 但现在也以这个关公为主了 那就是说因为关公除了是 这个武财神以外 也是黑社会 祭拜最多的这么一个比较讲究中意的人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文化呢 有了渐渐的有了一些改变 赵公明原本的坐骑呢 是一只黑虎 那么在这边呢 就变成了一只风狮 风狮是什么呢 最早说这个风狮啊 是一种山狮 就是一种类似于蛇犁啊 山猫之类的一种大猫 北方人乘船逃难的时候 遇到了狂风巨浪 后来呢 他们就祷告这个山狮这个大猫 后来这个就风平浪静了 福建闽南一带的人呢 他们出海也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供奉这个风狮 能够平定风的一种狮子 实际上是一种山猫 就是蛇犁类的这种动物 那么把赵公明和风狮 结合在一起的话呢 具有非常强的这种地域特征 那就是说 这一看就是在闽南一带的这种雕塑 也反映出这个中国的这种神道文化的 这种相对来讲的这种随意性 就是人根据意愿 根据经验 大量的创造一些偶像来祭拜 来这个给他们带来福佑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把北方 在这个中南山的赵公明 跟在南方曾经显过灵的一种山猫 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是他的这种崇拜 那么具体到家里面 一个人家里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财审 赵公明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小的上财从子 给这个人家带来财富的 那么这个风狮的话呢 是给人带来平安的 梁托这种建筑构件的通常是一对 左边一个右边一只 那么这两只的话呢 有的时候是对称的 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它形式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现在收藏到的只有这一只 我们观察它这个雕刻的话呢 是比较粗犷的 线条很有力啊 这个包括人的样子的话呢 也比较威武 风湿的话呢 也显得比较威武 有气势 我分析到这种雕塑呢 应该还不是这种戏木作人的雕塑 因为我感觉它的质量呢 是一般虽然从整体上看 它的这个雕塑质量很高 但是具体的细节相对来讲比较粗糙 这有可能是这个大木作 就是专门做框架的人 他由于长期的做这种框架 他顺手就把这个东西雕出来了 但是呢 虽然说是不是戏木作人的雕塑 但是我感觉这个匠人啊 对于这件作品整体的掌握还是不错的 包括人的比例 人的这个气势 包括这个风湿的这个气势 我觉得虽然粗 但是有一种粗犷的美 相对来讲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以前呢 接触到了一些 粮托这种牛腿的这种雕塑 这里面有精品 也有稍微差一些的 它题材呢 主要就是说一些瑞兽 比如说龙啊 虎啊 狮子啊 鸡啊 麒麟啊 这种大象啊 也有一些偶像 比如说这种各种神 财神啊 兽星啊 之类的 这个题材是挺多种多样的 这一件整个原雕的 它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都是挺好的 有相当的这种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是让人从总体上感觉 这是一件比较优秀的艺术品 虽然呢 它只是一件民间的这个艺术品 并不那么精细 从它这个艺术风格段代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是 清代早中期 也就是说从乾隆晚期到道光 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 因为它表现出了国家的气势 然后社会的这种丰盛的程度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